親密愛人 激烈煎炒 穿這樣比較有念燒是不是啊 怎樣 我要有型啊 穿這樣不好看嗎 兩張給很多男拔 妳好像很爽是不是 總比妳好吧 就那麼多去夜店拔咩 有男生追妳是不是啊 我條件好啊 妳要妳的名是不是 是啊 怎樣 妳今天穿這是怎樣 妳有沒有戴胸罩啊 真的不是啊 穿這樣很騷是不是啊 總共要打妳幾次 妳還記得嗎 算不出來 算不出來 有時候還來跟我們公司打我 還到公司去 對啊 還打我同事啊 甚至喝醉了 還拿酒瓶砸我的頭 你搞臭啊 妳這樣汙汙妳男朋友 妳很爽是不是 我汙汙妳 我自希望妳會更好 妳有沒有志氣啊妳 去酒店 還叫我幫妳付錢喔 一上去我從窗戶看去 就看他們兩個抱在床上 唉唷 妳爬窗戶 我心情不好跟你吵架 被你打完 我心情操作想自殺 你知不知道啊 可是不用抱在床上啊 他安慰我啊 備用的都比妳好 這備用的是不是啊 備他很多是不是啊 看屁事啊 趕分手試上看 怕你啊 你跟我打他 現在我追到 你輸了就是輸了啦 你現在就要跟我搶就對了啦 不用跟我講這些屁話啦 你還吃他軟飯 你幹嘛吃軟飯男人啊 我今天來就是要帶 八瓶走 帶什麼東西 他現在還做女朋友 你拉什麼東西啦 怎樣 我現在怎樣 跟他是不是 好 不要推喔 你先 登南映美玉暴力香香 講什麼東西 講什麼東西 怎樣 講什麼東西 蛤 你怎麼對他啊 關屁股喔 好 不要掐脖子啊 小心 你不要跟他一樣啦 他已經夠爛了 你還要跟他一樣爛嗎 真的嗎 我們在這樣 幹嘛 不要... 不要... 他是我 你知道嗎 怎麼是怎樣 鳥摸那麼很屌是不是 不要... 你不要摸摸摸嘛 我不要直接問我們要來這邊錄 你什麼東西 等一下... 怎麼又來... 好 我都亂你 不要打... 不要再打了 對啊 真的要用暴力好不好 好 人人幫我頭 喂 你看什麼的 你鳥頭 怎麼幹什麼啊 不要打了... 你自己啊 真的耶 分手擂台 FIRE 分手擂台誰都跑不了 分不點不量 是話不說不明 人人的一隻當中裡面 許許多事情都不清不楚 我們得把它說個清清楚楚 才不會造成一生當中的遺憾 歡迎收看我們分手擂台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 三位陪審團 第一位介紹是我們兩姓作家 呂如中先生 男哥好 大家好 中 好 第二位介紹是我們的藝人 萱萱小姐 男哥好 大家好 我是萱萱 好 第三位是我們介紹的 洪辰陽 對 分手擂台 有勇氣才敢來 他們真的很有勇氣 真的耶 我們陪審團也是 有勇氣才敢來 好 今天這一段 每次分手擂台當中的 陪審團都非常的辛苦 因為要幫我們做得 好 謝謝三位 好 馬上來介紹我們 今天的委託人 一起來歡迎芭比小姐 來 好 芭比 好年輕喔 看起來很年輕 長得真像芭比娃娃 好 芭比妳好 妳好 來 請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芭比 現在19歲 當美髮助理 今天要來控訴什麼樣的事情 我要控訴我男朋友 男朋友 對 好 控訴男朋友怎麼樣呢 他不務正業 不務正業 然後準備後手號選的 又常來我們公司鬧 然後去夜店把妹就算了 喝醉還會回來打我 還會回來打妳 相對的意思說 妳們現在同居在一起嗎 沒有 就是有時候 我會去他家等他回來 等他回來的時候 喝醉酒還會打妳 對 有受傷嗎 這裡 好 腳踝 腳踝這個地方啊 好嚴重喔 這個很嚴重耶 對啊 這個傷口是非常大耶 是怎麼樣 打到怎麼樣的 就是在家裡拉車 然後從樓梯跌下來 從樓梯跌下來 對 然後就整個皮就掉了 他不管怎麼樣 喝醉酒就會回來打妳這樣 就幾乎我們就會有口角 然後就開始動手動腳 好 妳跟他相處多久了 我們大概在一起有一年了 一年的時間了 對 有親密關係 有 好 這一位叫做 小偉 小偉 來 一起歡迎小偉 來 好 小偉 打妳要看時間是不是 妳是怎樣 我是給妳打好玩的 妳講什麼東西 妳當髮型處理 把自己頭髮搞成這樣是怎樣 穿這樣是怎樣 妳很騷是不是 怎樣 我要有型 我穿這樣不好看嗎 妳這樣給很多男髮 妳能不能很爽是不是 中平妳好吧 去那麼多 去夜店把咩 自己還不是每天這樣 跟男生這樣講電話 怎樣 我不可以跟我朋友講電話嗎 所以男生追妳是不是 我條件好啊 怎樣的名是不是 是啊 怎樣 小偉 妳好 妳好 好 剛剛我們提到有手好嫻 有 剛剛我們先最重要 那個是妳個人的部分 然後 娃利歐妳還花她的錢 有嗎 有 有 最重要的原因 妳喝醉酒把她打傷了 這是真的嗎 又不是說我真的打她 是我喝醉 對 我喝醉 然後我回來 講沒幾句她就在那邊歡 歡一歡之後 在那邊拉扯扯 推到跌倒啊 是 也不是說我真的就這樣打她 最好是沒有啦 就是不小心就對了 好 後來會打我 然後還拿我的錢白吃白喝的 他們說幹嘛 好 為什麼拿妳錢白 她沒有工作嗎 她沒有工作啊 工作了兩三天就不做啊 是 其實我之前有工作 對 我之前兩個工作 可能對 做一做之後沒做了 可能跟老闆 我怎樣不愉快 怎樣沒做了 那我也不是我想要 不是我故意不做啊 然後加上現在我考上大學 就算做什麼工作 你現在在讀書就對了 沒有 剛考上 剛考上 所以還沒開始 可是現在去找工作 是難找是真的 對 所以暫時你是真的 也有用到她的錢就對了 對 大概一個月要用多少錢呢 大概花兩三千塊 然後有時候 哪有沒有在錢 就留著大家一起用嘛 對 不只兩三千啊 你在一起多久了 可是Bobby本身就是個洗頭妹 她賺的錢也不會太多 Bobby妳現在一個月賺 我還甚至要去跟我媽媽借 跟我朋友借來 供養妳耶 妳可以不要啊 來就比較三四 來就比較三四 好 所以有時候錢 雖然沒有錢的話 還是會跟朋友借 跟家人拿就對了 好 這是錢的部分裡面 對 好 還有沒有別的 重點就是她會打我 我會害怕 還會打妳 打妳還不是 每次回家看 妳把自己搞得怪裡怪氣的 我怪了怪氣看妳什麼事啊 造型很多是不是啊 造型很多是正常的啊 我們做美髮板就該這樣啊 那妳今天穿著是怎樣 妳有沒有戴胸罩啊 真的不是啊 穿這樣...很騷是不是啊 妳的意思是說 她今天沒戴胸罩 看就知道只有胸貼啊 Bobby今天是不是真的 沒有戴胸罩 沒有 看妳覺得 就真的胸貼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有肩帶很難看啊 可是現在不是流行肩帶 跟什麼帶都一起綁在一起 可是我這邊已經有一條線了 紙庫好看就搞這樣 我這樣不會很誇張 一定要這麼好看喔 一點瑕疵都不能有 對 所以妳覺得她平常穿衣服 會太露了一點是吧 對啊 擺明出去要 勾引男生 不懂得先整啊 妳吵什麼啊 所以蕭韋妳介意的 不是說她的健康問題 而是說她這樣子做 應該就是在勾引男人就對了 不是每...穿這樣出去 她有沒有顧慮過男朋友的感受 每次這樣 那麼多男人這樣追她 我在旁邊我是怎樣 然後覺得在路上 跟人家打起來是不是 過條件啊 妳當初剛認識她 就覺得她很單純啊 很清純啊 就只要認識她久了之後 把頭髮... 我當初認識妳也覺得妳很好啊 妳很風趣啊 沒想到妳這樣變這樣啊 那妳現在就覺得 跟我在一起妳很後悔是不是 我很後悔 後悔喔 有點後悔啦 每個人都有一個過去喔 好 所以說最重要的原因 並不在只是這裡 妳剛剛覺得打妳的部分裡面 總共要打妳幾次 妳還積分 算不出來 算不出來 那很誇張 最好是沒有 有時候還來跟我們公司打我 還到公司去 對啊 還打我同事啊 都可以講是不是 好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麼嚴重 她為什麼要到公司去打妳呢 甚至打到同事去 我同事為事 我上次設計師在叫我吹頭髮 是 然後她就覺得 設計師是男生 對 我們要有那個 我們這種美的行業 要有美的肢體 語言 對 然後她就會幫我喬姿勢 她看到她就不想 就衝進來打人了 什麼叫喬姿勢 我們不懂 就是譬如說妳在吹頭髮嘛 對 然後這樣嘛 然後之後我們的腰不能彎啊 然後要怎樣挺直啊 對 都要喬 都要喬啊 對啊 所以在喬的過程 她就很不爽 看到不爽 對啊 那 所以她連設計師都打就對了 對啊 有嗎 我們老闆還叫我不要幹了咧 那我就不要做了啊 那我的錢從哪裡來 老闆叫你不要幹 妳還做到嗎 我錢從哪裡來 給妳找別的工作嘛 找別的工作 我要有一季之長啊 好 不幹這個幹什麼呢 甚至喝醉了 還拿酒瓶砸我的頭 你有沒有搞錯 哇 這個嚴重了 有嗎 小偉 沒有啊 至少是沒有 你被你醉了 至少是沒有那麼誇張 好 可是你打過那個設計師是真的有 對啊 為什麼 就因為這樣喬你受不了 她現在講這樣喬啦 是不是真的只是這樣喬 還不知道啦 不要以為我是白癡啦 是到底是在喬 還是真的這樣抱在一起 當然我不知道 看不出來是不是 那你到底有沒有真的打嘛 你要先承認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打人嗎 我有啊 有 可是到了店裡面打他 你不會替你女朋友找一想說 我可能沒有工作耶 還有客人耶 有的時候在我面前 在我朋友面前也不給我面子 我把你上課去 那是豬狗不如吧你 那也不能打啦 我是你女朋友 不是你的沙包或你家的狗 你也知道你是我女朋友 是啊 你有把我當過你男朋友 他去夜店把妹有沒有 重視我的存在 我去夜店把妹 我去夜店把妹 不是因為晚上你一直忙 我一直忙 你就可以去把妹是不是 我才跟朋友出去玩 我不是去把妹 連妹的錢都是我付的 最好 最好不是去把妹 你也每次在我朋友面 說什麼我沒用米蟲 你怎樣 你覺得你這樣在我朋友面 侮辱我 你這樣侮辱你男朋友 你很爽是不是 我侮辱你 我是希望你會更好 你有沒有志氣啊你 一定要這樣嗎 不能好好講 考大學考半天都不上 你知道你這樣在我朋友面前 我會很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知道嗎 最誇張的是你 去酒店了 還叫我幫你付錢喔 我當時叫你幫我付錢 你至少是沒有啊 就那這樣一次而已 我沒有錢我怎麼辦嘛 你說女朋友我不找你幫忙 我找誰幫忙 你怎麼辦 你去酒店我本來就不應該 你有女朋友的人耶 這是個理由嗎 這是理由嗎 如宗 當然是 不會啊 你可以不要去酒店 不是更好 對啊 你有女朋友的人 你怎麼可以去酒店 有時候朋友找啊 通常你就去嗎 去應酬島可以啦 接受 可是你不能沒有錢去酒店啊 你省過就我來付錢是不是 不是 我是什麼 你媽啊 剛考上大學需要應酬嗎 對 為什麼要到酒店呢 對啊 我之前做的公司 我之前做的是公司啊 那公司規定你要去應酬 因為我公司就大半 大家都年輕人都朋友 有的時候 好玩 對好玩啦 可是去那邊沒有帶錢 怎麼敢去酒店呢 原本以為一開始講的感覺很像 我朋友當時要先幫我出來怎樣 結果真的要付錢之後 他說他沒有多的錢借我 那你也不想 那你不陪我怎麼辦 那有的時候 你悶 誰叫你不陪 你悶就一定要有人陪你嗎 我不悶嗎 你這樣對我我也會難過啊 拜託 當初他在追我的時候 他跟他朋友一起來追我 然後他跟朋友打賭 看誰先追到我 我又不是物品 你看他們誰追到就誰的 當初你怎麼有答應阿KEN的 難怪我們每天晚上這樣 跟別人男人講電話 當初怎麼答應阿KEN 怎麼又多出一個阿KEN這個人呢 阿KEN是你的爸還是誰 他好朋友 好朋友 是同時追你的那兩個人 打賭的那一個 好 另外一個阿KEN 打賭的那一個 對 怎麼答應阿KEN 他答應他啊 他會對我好 是 對啊 為什麼不敢 你自己說你裝鞋啦 是不是他送給你的 這幹什麼事啊 什麼不敢我的事 因為男生這樣隨便送什麼東西 你都收 你是怎樣 你就送我為什麼不收 你買的 你有錢買就請嗎你 你會送我嗎 你付錢的禮物你都不送 我付錢的禮物你都不送 我付錢的禮物不送算了 我付錢的禮物你不送算了 這全怎樣 我是沒錢我窮嗎 寫個卡片不行嗎 你就這樣看不起我嗎 寫個卡片不行嗎 寫個紙條給我也要好啊 幹嘛啊 好 寫個卡片代表心 25元的卡片你都嫌貴了 你還想怎樣 阿KEN是不是跟你金主啊 所以阿KEN除了送你鞋子 還有沒有送你什麼 就有一些禮物啊 送一些禮物 你想知道嗎 還是你根本不想知道 他就把他拿去丟掉了好不好 我不用知道這些東西啦 不只這個啦 每一次有時候 我跟他吵完架晚上 他就找那個什麼 那個阿KEN去他家啦 去他家陪他啦 有一次吵完架之後 我打電話給他打不通 我直接到他家樓下 我就看到阿KEN車停在他家樓下 是 一上去我從窗戶看去 就看到他們兩個抱在床上 你爬窗戶 我沒有 我從窗戶 窗戶也看進去 在窗戶上看下去 所以有地方可以看到他房間的窗戶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嗎 所以看到他在床上抱在一起 為什麼會這樣 對 解釋 我心情不好跟你吵架 被你打完 我心裡擦到想自殺了 你知不知道啊 可是不用抱在床上啊 他暗慰我啊 我們兩個一起喝酒啊 對啊 就喝酒那麼簡單嘛 我覺得 好 當時兩個選擇 選擇的我們小偉 現在就說阿KEN還不錯 反正當時有心情有點後悔了 你現在怎樣 把阿KEN當你備用的男朋友 是不是啊 你連我跟同事出去玩 你都罵我水性洋花 你還想我怎樣啊 可是他連你跟同事出去 都會罵你水性洋花 你會不怕 還是我跟誰都可以亂啦 可是你還是會不怕 繼續跟阿KEN抱在一起 對 你都可以不用管我的感受 你也可以不用管我去酒店 去夜店啊 我根本管你啊 好 所以你看 男女朋友的情感 到這樣子一個節骨眼 可能就面臨到要分手了 一個根本不管你去酒店 一個根本不管你抱在一起 大家都沒有感覺 怎麼做男女朋友呢 你現在的意思 備用都比你好 你說阿KEN是你的備用嗎 我沒有說 不是怎樣 不是阿KEN 還有別的是不是 別的備用的是不是 備他很多是不是 幹屁事啊 好 講話要 你把別人也整來真理耶 對啊 不要這樣講 到底把我當什麼東西啊 那你又把我當什麼 我有把你當我女朋友 你有嗎 把我當女朋友 你就不會去酒店 你就不會去夜店了啦 吵架有時候 你可以先來找我講啊 不要每次一吵完 你就直接跑到 上班的地方去找同事 然後電話打電話 你都打不通 還很久 一直跟人家聊天是不是 不行嗎 講電話跟別的男人 可以講很久 不行嗎 我講電話你沒有干涉 你是誰啊 我是你男朋友喔 我媽都不可以管我那麼多 你管屁啊 我發覺Pubby的個性也很強的 很烈耶 對啊 其實男朋友就是 代表爸爸不在的時候 照顧你的人啊 你應該珍惜這一塊 男朋友的心情 你有喜歡阿堅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覺得他有喜歡阿堅這個人嗎 我覺得他們兩個關係很曖昧啊 很曖昧 你再吵就 你幹嘛啦 我不要在現場打女人喔 拜託 拜託 再吵就分手了 怎麼樣 講了什麼話啊 講什麼東西啊 怎樣 你個性很好嗎 你個性很好是不是 至少 我會跟個性差會吵成這樣嗎 每次會這樣吵起來嗎 至少我不會動手打人 因為你是女生 因為你力氣沒有我大吧 結果你力氣比我大 大概被打就我了吧 是嗎 我不是你 所以都快 現場都要提到分手這兩個字了 趕分手試看看 怕你喔 怕回家會怎樣 來啊 怕你喔 不要用威脅的話 千萬不要用威脅的話 怎麼樣 回家要再打一頓嗎 你每一次他嘴巴啦 就對啊 是很厲害 那樣嘴人會講 是 每一次有的爭吵 輕輕推他一下 可能手不小心吵著 撞到牆壁而已 就這樣一小塊的黑色 他可以去跟我 他朋友 我朋友講 隨便什麼朋友講 講都把他打多慘多慘 講我怎樣多壞 所以你才不應該碰他呀 對 阿Ken就是要靠山啦 每次都給他靠啦 很好啦 靠緊一點啦 就是比你好啊 阿Ken現在很難再繼續當朋友了 喔 這麼久的朋友可以為這樣一個女生 搞成這樣嗎 我真的覺得他這樣 這朋友我也不屑 最好是跟我離他遠一點 喔 離遠離一點點 他在這張家說我請問他不知道 說什麼 好 一個說阿Ken你離我遠一點 一個說你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我就跟阿Ken在一起 關鍵人阿Ken 一起來歡迎阿Ken 來 幹嘛欺負我的寶貝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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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最沒有資格啦 沒有資格啦 我跟你講你最沒有資格用他 這三件事情 講什麼東西我聽不太懂啦 哪三件事情你自己最了解 不是啊 你講嗎 第一個 我看你跟他扮人哪 你從來沒有對他好過 每次都在那邊跟我投訴說他 你怎麼動他 你怎麼動他 幹什麼事啊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他當設計師你自己 什麼叫做沒有用 什麼叫做當那個就沒有用 賺不了錢嗎 第三件事情是什麼 你怎麼對他 男人最豬狗不如就是打女的 那是什麼事 怎樣 朋友也要動啦 女人也要動 講到朋友也要動是不是 我們是朋友 你這樣做女朋友 你對不對啊 什麼我對不對 你這樣子答應過我事 你這樣對他你這樣對不對 我答應過什麼東西 現在我追到 你輸了就是輸了啦 不用搞什麼 我們不要現在再來牽托一些 有什麼沒有的東西啊 當心說好了 說什麼東西 說好 不管怎麼樣 誰知道他 誰要對他好 你現在就要跟我搶就對了 不用跟我講這些屁話 你還吃要晚飯 不能吃晚飯等等 每次都要花他的錢 你這樣 你很有錢是不是 對啊 他錢不是我送的啊 你怎麼樣 你有送過他東西嗎 怎麼樣 你會賺是不是啊 對啊 不像你只會花他的錢 去喝酒嘛 好 所以好 阿堅一出來就講了三個問題 三個問題也讓我們那個小偉 知道一下 所以你覺得說他不應該 就那三個問題都很不應該 就對了 所以你站出來講話 好 那你現在是處到一個 什麼樣的心情呢 你現在是想要怎麼樣呢 我今天來就是要帶 帶什麼東西 我今天來就要帶他走 什麼東西 你怎麼對他 我今天來就要帶他走 好 什麼幹嘛啦 他現在還說女朋友 你拉什麼東西 你喜歡怎樣 跟他是不是 好 不要推喔 女生你不要再推了 好 小偉不能再推女生 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等一下 我對你那麼好 好 你們兩個也不要打了 你不要打了 你說你要選誰嗎 好 你不要推他了 那個小偉你不要再推他了 不要推他 我今天來就要帶他走 我跟你講 我今天對你那麼好 我今天來就要帶他走 好 阿堅 阿堅等一下 不要那麼衝動 對 你不要那麼衝動 幹嘛啊 小心跌倒 你現在帶著芭比走 事情還是不能解決的 來 不能解決 至少你的動作 你會讓芭比知道說 你或許你心裡有芭比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要帶他走 是 可是芭比不一定要跟你走 小偉也不讓你走 你怎麼走 你知道他喜歡你 他怎麼會 為什麼 我都要那麼好 你是不是喜歡我 幹嘛啦 這樣是B問是不是 小偉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冷靜一下 你回答我 你認為芭比跟你在一起開心 還是跟阿堅在一起 跟我在一起比較開心 你確定嗎 至少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是他最開心的時候 我不要講 我今天就要帶芭比走 你一直帶什麼東西 我今天就要帶芭比走 你有沒有別招 芭比 你想跟阿堅走嗎 請說 你要不要跟我走 他這樣對你 我現在還不能做得出一個 不要一直拉拉去 拉拉拉去 別人每天推他的好 好 那我們要理解 那一次因為他跟小偉兩個吵架 他回到家喝醉酒了 你跟他抱在床上 這個事實嗎 對啊 自己想想 有沒有做什麼 有沒有做什麼 沒做什麼 就只是事實就是他很難過 然後安慰他而已 有沒有抱嘛 有沒有抱 有抱啊 他只是很難過 只限於抱 我只是肩膀讓他烤而已這樣子 所以那天沒有親吻都沒有 只是安慰他這樣子而已 那你那麼喜歡他 你不會趁著安慰的時候 不會啊 我不是他情受不如 你講什麼東西 怎樣 講什麼東西 你怎麼對他啊 幹屁事喔 對 你不要跟他一樣啦 他已經夠爛了 你還要跟他一樣爛嗎 對嘛 對 不要再打這樣 對… 對… 你就只會打 你就只會打 你要做什麼 至少我們現在聽到的 其實我們的阿Ken 根本沒有做出什麼 對不起你太多的事情 只是他內心深處裡面 他覺得說 你這樣的舉動 你對著那個芭比 有好幾個問題 你是需要改進的 如果你這樣繼續下去 他可能希望芭比跟他在一起 這樣精神出軌 已經很過分了啦 我很過分 總比肉體上出軌好吧 肉體上出什麼東西 至少是沒有 你知道啊 講完就要 講完就要找出一個事實 他肉體有出過軌嗎 他們兩個常常一起去夜店 你又在跟他亂講什麼東西啊 這事實啊 我跟你去夜店你怎麼把妹 我都有看到啊 一張嘴隨便講 怎麼把妹 怎麼把妹 剛剛喝醉酒啊 然後看到女生就跟他要電話 然後最後就有帶她 就要帶她回去 你已經有女朋友 你還帶妹妹回去 去夜店玩 大家吃個宵夜後來就回家 都沒幹嘛 沒幹嘛 最好是回家 就可以回家 回什麼東西啊 喝酒喝得那麼醉 你自己沒有這樣嗎 男人這樣很正常吧 什麼我這樣 我不像你啊 你這位把妹頭去當牛郎 沒跟當牛郎也沒關係啦 當牛郎是公司 每次做也要找你們上手 講什麼東西啊 這種人不要了啦 你還是跟我走好的 至少我對你好啊 所以說你希望萬一有一天 他離開了小偉 希望下一個對象就是你 是不是 好 我們謝謝你阿KEN 來 請今天就座一下 謝謝 謝謝 你最近的新男友是不是就是他 是不是 是不是新男友是阿KEN 是不是 這有別人是不是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有別人是不是 什麼有別人 對 什麼叫有別人 什麼叫有別人 之前剛剛講的啊 那個男的啊 哪一個啊 誰啊 設計師啊 就是你說幫他喬位子的那一個 是不是 對啊 你不要亂灌罪名我跟妳講 亂灌罪名嗎 從裡面聽到 我看妳有神經值吧 設計師到底跟妳什麼關係 我也沒有辦法查什麼東西啊 同事啊 同事 對啊 你沒有喜歡他 沒有吧 他有沒有喜歡你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們兩個有沒有牽過手 考慮一下 沒關係 看妳這個眼神就知道 欲言又止 有很多話要說出來 我之前去找那個設計師的時候 那設計師就有跟我講啊 他說什麼 他早就想離開我啦 只是怕說做出 我會做出傷害他的事啊 那個男的講話都很囂張啊 為什麼這麼多人 我喜歡妳 然後這麼多人愛妳 阿KENY愛妳 我條件好啊 漂亮啊 可愛啊 就是很多人嘴啊 是怎樣 大家把你捧在手裡當寶貝 妳很爽是不是 誰叫我天生的啊 很爽是不是啊 沒辦法怎樣 你有嗎 好 不要這樣 男女本來就不能分別 比他好的呢 成千上萬吧 成千上萬 所以妳現在發覺說 其實還有很多人 比他更好 妳可以選擇就對了 當然啊 妳可以選擇就對了 當初選我妳是怎樣 瞎了是不是 妳覺得妳當瞎了 我瞎了 好 所以說 你會覺得小野跟他 就是還是有曖昧關係就對了 對 好 你認為小野 有沒有跟你曖昧關係 好 不說 我們一起來歡迎小野 來 帥哥耶 真的謝謝 真的 幹嘛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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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急了 他是我的 他是你的 他是我女朋友 他是你的 對 對 什麼叫他是你的來 小野來 小野你好來 小野 長得很帥氣的一位男生 你知道嗎 你是設計師 對啊 上他在公司的時候 打還不夠是不是啊 什麼 你在講什麼 怎樣 他今天是我的 我跟你講 那上次這樣被打 你還不會害怕 因為他是他女朋友 你還要搶他的女朋友 我為什麼害怕 我是來保護他的啊 就沒有錢嘛 沒出息啊 沒錢幹屁事啊 你是怎樣 鳥頭他媽媽很屌是不是 不要這樣 我不知道今天 為什麼要來這邊錄影 是 覺得很奇怪 你已經答應過我 發言什麼東西啊 發言什麼東西啊 答應說跟我在一起 真的啊 有沒有 他是我女朋友 怎麼跟你在一起 他什麼事都告訴我 你什麼東西啊 對… 你怎麼又來人家 好 我來幫你 不要打了… 不要再打了 不要打了 真的不要那麼暴力好不好 好 不要那麼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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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什麼 不要打什麼 真的耶 哇 你是死的 那這個裝可憐的 沒有用 聽而就噁心 誰啊 什麼他女人 什麼你女人 你們兩個在爭什麼 都女朋友是不是 你就直會打了 你那在做什麼 你們是好朋友耶 不要這樣啦 你們兩個想跟他一樣是不是 今天就要說清楚啊 我想只要是這樣 幫他們兩個是不是 你當然要選誰啊 我完全都不幫我是不是 你當然要選誰 不然我們今天會突然聽說 你要選誰嘛 你講啊 老闆還是在幹嘛 這樣子 說啊 你有沒有 你只會打人 算閉字啊 朋友這樣搶人家 搶朋友女朋友是不是 你怎麼對他吧 你啊 你也是啊 怎麼還那麼囂張 你是怎樣 囂張什麼啊 講他 快點啊 給大家講個交代 你現在要跟我走 你拉 拉什麼東西 你選誰吧 好 現在大家都一位在問說 選誰 講啊 什麼 來 Bobby 我現在還不知道要選誰 比較不知道要選誰 比較不知道要選誰 你的意思說 你三個都有選擇的空間嗎 是不是 三個你都有選擇的空間嗎 你不知道要選誰 我不知道 所以表示你三個你都喜歡 你是有選的空間嗎 包括小偉也有選擇的空間就對了 你現在到現在有選擇的空間嗎 有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先來問一下 你跟小野 小野 你跟Bobby到底是什麼關係 只是 怎樣的曖昧 到什麼程度 俊俊問你 什麼樣的曖昧到什麼程度 就牽手啊 那個 還有呢 接吻 接吻 最多到接吻 親密關係最多到接吻 目前是這樣 目前這樣 你都不敢保證啊 幹嘛 你不要過來 你不要靠近啊 不要靠近啊 現在做女朋友耶 他直接在節目上這樣講 接吻 做什麼東西啊 好 要不要臉 來 為什麼要牽手 為什麼要接吻來 Bobby 有什麼苦衷 有什麼苦衷 誰知道她的苦衷 到底有什麼 對 到底有什麼 你要靠近她 不要靠近她 因為她有我的拔名啊 誰有你的拔名 對 你講只是看的 你現在要講出來 你講是不是看 不要靠近 為什麼要來那邊錄 幹嘛 不要這樣拉扯 不要這樣拉扯 手會受傷了 放手 放手 手都 會受傷了 女生的部分裡面都不能拉扯 都不要再拉扯 女生有時候受傷就麻煩 好 剛剛我們聽到Bobby講說 我有秘密 我有苦衷 我還真的苦衷 看起來只有我們的小野知道 小野 你知道 你知道她的苦衷嗎 我當然知道 她常常跟我訴苦啊 所以你知道她剛剛說的所謂的苦衷 妳說什麼 妳最好不要跟我講 妳最好不要跟我講 妳要把秘密講出來 有什麼不講啊 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Bobby要知道的 有什麼好不講 不要再推打了 先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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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什麼不敢講 Bobby不希望講是不是 我不想講啊 這種丟臉是誰想知道 跟我走也不講啊 好 跟我走就不講 我不想啊 她憑什麼跟你走 憑什麼啊 你又憑什麼啊 你怎麼樣 好 不要再出手 我公主不講 不然我就講出來 都威脅我 好 你要不要她講 要不要 讓他們兩個解決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 對不起 兩位 讓他們兩個先解決一下這個問題 好 你們兩個先溝通一下 你就快跟這個 沒出息的男生分手好不好 講那麼東西啊 好 不要再過來 先讓他們 對不起 你先 講話不要那麼小張吧 跟我講過些什麼 你嗆是不是 那你答應我什麼 答應你什麼 Bobby你講啊 答應什麼 他答應我說 如果 他不想的話 叫我當女朋友 你有答應他嗎 請說 什麼事要講出來 我怕什麼東西啊 如果說這個秘密 不說出來的話 我願意當你的女朋友 那你現在就當他的女朋友啊 你為什麼又說不要呢 來 兩個請走 他說我不想 我覺得他很恐怖啊 為什麼 他有對你做過些什麼事嗎 他這樣威脅我 然後不恐怖嗎 我根本就不甘心啊 我幹嘛 爸比等一下 這個秘密如果被大家知道 對你來講影響非常的大嗎 我會被我爸媽打 這個秘密你暫時不要說 來 小偉 你認為是什麼樣的秘密 你覺得 以你這麼了解你女朋友 你覺得他有什麼秘密不能說的 你覺得那是什麼 知道嗎 知道就說 不知道就說 不知道 不知道 阿肯 有沒有猜想得到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要不要我說 那你就跟我走啊 不可能 你這樣勉強來的 威脅來的 不會幸福耶 他不會甘心耶 而且小野 當時他是把你當知心好友 才告訴你這件事情 你居然變成一個 威脅他的一個條件 我覺得還滿慘的耶 好 你不希望說 不希望 好 我們聽聽陪審團的意見好不好 覺得要不要說 好 洪正陽 我覺得爸比 我跟你講身頭一刀 縮頭也是一刀 你今天不講事情 沒辦法解決 你回去也睡不好 而且你接下來的日子更難過 講啦 好 洪正陽就覺得 但是我覺得不要這樣 洪正陽 那洪正陽呢 我也覺得 你如果真的難言之隱的話 你保護一下自己 不要講 對 尊重你自己的看法 尊重自己的看法 我也覺得你不要講 不要講好了 好不好 你不要講 你講就講 講就講啊 我曾經 你高興了吧 要我講嘛 講什麼 剁什麼胎 剁胎 那小孩要剁什麼胎 什麼時候的事 為什麼我全都不知道 為什麼會躲開 你是不是跟他 他幹嘛給你知道 你對他那麼不好 幹什麼事啊 他只會跟我講一些 他自己心裡面想的事情 你拿他是誰的小孩 好 來…小偉來 拿誰的小孩都已經不重要 那個是他的過去事 你是在還沒有認識小偉以前的事情 就對了 是不是 他是認識我之後才認識他 好了 三個月以前的事 那… 那是誰的 是三個其中之一嗎 所以這三個都不是 你在講什麼東西啊 你接受他 你接受他說的嘛 你先不要動氣嘛 好 接受好不好 去瞭解 Bobby你很確定是那個一夜情嗎 不是這三個嗎 不是 一夜情 就懷孕了 那你為什麼要一夜情呢 有三個人在追求你了耶 這麼多人都愛你耶 為什麼還要一夜情 他啊 我怎樣 他玩那麼兇 我就玩得比他更兇啊 就爆出心態了 這什麼心態啊 好 可是我覺得 這個一夜情也好 我現在最重要 我們讓每一個男生 現在聽到這樣的一個故事 有沒有什麼話要說 來阿Ken 你有什麼話要對著Bobby說 來阿Ken 我覺得就是他害嘛 是 誰害的 就是因為你今天這樣搞他 所以他心情不好 他才會去搞那種事情 所以你要負一半的責任 如果不是你們 這麼多事情這樣搞 我會跟他這樣吵 什麼 你沒有打他 他今天不會這樣子啊 好 所以你覺得一切 都是因為小偉的關係 Bobby覺得是清純的 好 Bobby還是清純的 好 所以你現在覺得說 一切的事情都是小偉的關係 所以才會影響到 他去報復的心情是不是 好 來 小野 有什麼話對Bobby說 你現在 你現在看到這種情情 你是他男朋友 我承認啦 可能我 我打你是我不對啦 今天有一次 可是我真的不希望 我們之間 就這樣結束了 我希望可以的話 就是 大家再給對方一次機會 好 所以你能夠原諒他 拿小孩那件事情嗎 可以嗎 都算了 都過去了 你當然可以接受 因為你本來就知道這個事情 你還喜歡他 阿KEN聽完呢 可以不可以 我不走 我喜歡他 不走 好 現在三個男生都不走了 好 所以Bobby 要做一個最後的抉擇了 Bobby 有沒有什麼話對三個男生說 有沒有 這三個男生當中裡面 你有什麼話 一一要對他們說 我們先讓你從阿KEN開始說 好不好 來 一個一個來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對我很好 但是 現在的我已經分不出 這是愛情還是友情 所以謝謝你也很對不起 好 所以愛情也是友情 所以你對不起他 所以你覺得他是 我不知道 我已經不知道把它定位 這愛情還是友情 好 所以還是一個模糊的一個狀況 好 這一位小野呢 你也是你的設計師 有什麼話要說來 我當初很欣賞你的才華 跟你的風趣 但是想不到之後 你會變成這個樣子 想不到他變成怎麼樣 會拿別人的秘密來威脅 好 把別人的秘密來威脅你 可是他幫你 雖然他說出來的 或許讓你解脫 你很多長期下來的那種苦痛 你現在心目中 在別人的心目中 就沒有再有秘密了 好不好 好 最後一位小偉來 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剛開始真的是很快樂 但是後來可能是我們相處上 出了一些問題 我想我們需要一段時間 讓彼此冷靜 好 三個都留下一個伏筆 心理上需要冷靜 在你還沒有 你希望冷靜的前提之下 我們來聽聽陪審團 怎麼樣給你一個建議書 好不好 你是個小女生而已 人生的歲月還要再經歷過 一定要懂得如何去把握去珍惜 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看建議書 如中 來 請說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 給巴比跟小偉建議 然後我們最後會做個總結 首先給巴比的建議是 女人當然不該變成沙包 但是你對於男友言語上面的刺激 也是暴力的一種 再來 你對於愛情的猶豫不定 未來想必還會有第四 第五 第六個男人 其實你這種態度也傷害了喜歡你的人 是 我們給小偉的建議是 這一點唯一也最重要的是 你真的有暴力傾向 我覺得你需要接受治療 而且你現場可以看得出來 你越打 你的女朋友越跑 她交的男友就越多 是 那沒有錢就不該做不必要的消費 小偉 雖然你是學生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花錢的話 請靠自己的暴力 再來我們做個總結 暴富真的不能得到快樂 你對他的暴富就是暴力 他對你的暴富就是一夜情 但是你們兩個今天上的節目 顯然感覺快要分手了 所以並不是快樂的全員 請三次 好 我這邊補充一點 是 我跟四位講一下 沒有過不去的事情 只有過不去的心情 我剛才聽你們在告白的時候 我懷疑的 你們是真的想挽回 巴比所講的這些話 還是因為你們是面子問題 先爭回來再說 因為你們剛才的推扯拉扯 已經互相嗆的問題 我深深的覺得你們現在巴比 你們真的是愛他 還是因為面子上 我不能失去他 好 沒有過不去的事情 就過不去的心情 你們的心情真的過去了嗎 我覺得沒有 你們要再冷靜的想一想 好 但是因為男生來講的話 今天最重要委託我們是巴比 所以我們希望巴比 來做最後的一個抉擇 好不好 巴比 怎麼做抉擇呢 這三個男生 我不知道 因為你現在可以選擇 你可以重新選擇 你想要跟誰繼續交往下去 是小偉呢 還是你覺得小偉 小偉也不錯 還是你覺得阿堅 到現在還認定你是非常 單純的一個女生 你到底喜歡哪一個男生 好 你自己心裡有沒有數 有數嗎 點頭就是有數 有沒有數 有 好 那我們要請你來做個最後的抉擇 好 我們的巴比到底要 這三個男生當中你們要選擇 哪一個往後要相處的歲月 當中你們要怎麼樣 繼續走下去 我們來進行最後的抉擇 倒數十秒鐘 來 好 時間到了 好 時間到了 我跟妳說 我覺得 以妳這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很難繼續下去 而且我的感覺是 妳根本就不喜歡我 我也不是很喜歡妳 所以我想 我們是同事 我們以後還是一般的同事 我們可以繼續好好相處 那請妳先離開 不選擇我 妳一定會後悔 以後不要再讓我媽媽 阿肯 我只是認為我配不上妳 可是我覺得妳一定會找到一個 更適合妳更好的女生 畢竟妳條件很好 妳有肩膀還擔得起來 妳又不會對妳來著動錯 也很疼惜對方 所以 對不起 我們還是可以當好朋友 妳要想清楚 我真的想清楚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已經很長了 真的配不上妳 好不好 小薇 我能跟妳說的就是 我到現在還是很愛妳 但是 每當妳打到我身上一下 我對妳的愛就少了一點 所以我想我們這樣繼續下去 應該也不會說很好 也不會太美滿太幸福 我們還是分開會比較好 我們各自找尋各自的幸福 這樣 我先走了 啊 三个男生都跟他告别了 连最后的小伟这位男朋友 都跟他讲说 或许我们去互相找一个 理想的伴侣 跟他这种结果到底好事吗 如中 最后一个都没选 还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根本也很难去抉择 冷静是好事 是 而且现在做朋友 长期的观察也是个好事 但我今天有种感觉一句话 那就是 我觉得万人迷 跟所谓的花花公子 或是可以劈腿的人 并不代表是绝对幸福的 因为可能代表他真的不知道 自己要什么 好 萱萱呢 其实我满惊讶 刚刚会三个都不选择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的选择 目前对他来讲 才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像芭比的个性 我觉得他需要改进一下 是 我觉得像他的男朋友小伟 在喝醉酒回来之后 可能会发脾气 那女人不要太笨 当下的时候应该以柔克刚 先保护自己 我觉得是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 是 千万也不要接受这种 会有暴力的男生 真的 好 默森阳 我是觉得芭比的个性 如果不改的话 他好不好可以来上下一集 他可能还会有第三个 第四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再来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芭比 你一定要改掉你的一些习惯 还有你刚才一直在强调说 你就是条件好 就是条件好 可是你要知道 你条件再好你也有老的一天 以及你有没有办法在你条件 非常好的时候真正找到 爱你的那个人 以及你值得爱的人那个人 才是你的功课 好 我们常常一直在讲说 你可以做不到 但是你不能不知道 人生的过程就是如此 这个经验 希望给芭比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提 希望能够从此 好好地选择自己喜爱的男人 多接触 多关心 才能够有好的一个结果 今天谢谢你收看我们分手擂台 也谢谢三位配神团 谢谢 谢谢